最近几天,因为一个中美洲小国,华盛顿仍旧于诺位销,白宫在8月23日晚间发布消息称,对萨尔瓦多承认。 北京表示关注,在一份书面声明里,白宫批评萨尔瓦多,放弃了数十年请义,抛弃了那个东亚孤岛,白宫声称萨尔瓦多总统在距离值,只有数月时做出这个重要决定,会对该国产生不良影响,美方还颇为失态地指责萨尔瓦多,影响整个美洲地区的安全与健康发展,将严重关系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, 把美洲国家看成是加奴的白宫还贼喊捉贼的强调,不会允许崛起中的大国干涉西半球事务,美国人似乎忘了,近四十年前,真正建立妄议的正是自己,率先抛弃东亚孤岛的也是自己,如今,白宫又玩起了双重标准,只许自己点燃大火,不许萨尔瓦多选择符合本国发展的长远利益, 事实上,萨尔瓦多才是讲一起的国家,起码还把邦交多维持了三十多年,白宫如今对萨尔瓦多是既恐吓又拉拢,美方警告萨尔瓦多,短期投资可能会改善基础设施和促进经济增长,但长期看来却可能陷入债务陷阱, 从而不得不依赖投资者,最终,收益最大的不是萨尔瓦多,而是作为债权者的大国,不过,无论对中美洲还是太平洋地区的小国而言,来自某个小岛的金钱援助,当然很有优惑力,但如果不拥抱大陆,还是会成为国际社会里的非主流,对未来发展造成的伤害不可评估,放在二十年前,或许还能手数两端, 但随着实力对比发生巨变,大陆已经成为唯一的正确答案,萨尔瓦多就坚定地认为,绝不能与世界潮流被盗而驰,绝不能忽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牵引作用,绝不能无视人民的长远复制。 布基纳法索,2018年5月,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恢复邦交后,马上获得了实惠。 8月23日,媒体报道称,中方将从9月1日起赴予布基纳法索,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的待遇, 使这个国家97%的产品都能享受到零关税的待遇。 事实证明,选择国际大义,就能获得应有的回报,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特朗普当局却连小国和穷国都不放过。 据媒媒8月13日报道,白宫很有可能重新审核普惠关税制。 1976年,为了凸显灯塔的道德优势,美国对121个发展中国家,实行关税减免,鼓励他们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。 实际上,特朗普不仅一上台,就把对外援助金额,砍掉约130亿美元,用以弥补军费支出的不足。 他还决定最终把对外援助,及相关经费缩减37%,穿着绫罗绸缎的老美,是连穷人手里最后的铜板都不放过。 在美国优先思维的指导下,小国和穷国,能够从美国获得的怜悯与施舍会越来越少,而美方还在叫嚣要禁止援助萨尔瓦多,实际上只是找到了一个省钱的理由罢了。 美国人本来一开始就不想,在这众国家身上砸钱,如今白宫故作姿态的震怒,还怀疑萨尔瓦多的港口,将成为对手的目标。 与如今越来越浓的敌意有关,特朗普挑起的经贸大战,施杀比一千自损八百,美国内部的反对声越来越大,为了向东亚大国施加尽可能多的压力,白宫会寻找一切机会,萨尔瓦多只不过是其中之一。 而对崛起中的大国而言,面对咄咄逼人的特朗普,也不能一味防守,必须将战火尽可能地引入对方腹地,只有以弓带手才能让对手有所收敛。 说什么挖掉萨尔瓦多是为了打击谋生,太小看东方文明古国的智慧了,美国越反对,特朗普越恼怒,越说明这件事做对了,就是要在美国的后院培养越来越多的亲华国家。 当然,美国马上就展开了法机,试图重新拉拢菲律宾,让其在家门口恶心东亚大国。 但杜特尔特却无情地奚落了美国人,他拒绝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,防长马蒂斯等重要人士的建议,拒绝购买F-16战机等先进武器,理由用两个字就能概括,没用。 杜特尔特公开表示,菲律宾需要的是能够打击非法武装的低成本战机。 如直升机和螺旋桨战斗机等等,够用就成。 在大约一星期之前,杜特尔特还怒斥美国人提供的武器过于低劣,六架直升机坠毁了三架。 美国人眼看自己鼻尖下的小国,从来都没拿正眼看过,如今眼睁睁地被对手挖走。 而当自己想去,对手桌边挖一个小国进行暴富时,却遇到了挫折。 这种无力感,恐怕值得白宫好好享受一番。 西半球呢? 以后东亚大国会多多拨洒雨露,让大家均沾。 未来总有一日,要让美国人常常家门口对着大炮的感觉。 玩,住! 本文系海外探客原创稿件